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那今天是9月14号礼拜三嘛 如果大家今天 昨天看美股 加上今天会发现 哇 今天的加权指数好可怕 对不对 尤其是一开盘 吓坏所有的投资人 那大部分你在各社群平台 你都会听到什么 哇 要崩盘了 状况如何 好可怕之类的 你会听到一些这样的言论 但是事实上 讲回来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 如果你昨天有看我的节目 我们基本上整集节目 就讲了三档股票 那我们讲网通股 跟低轨卫星之间的差异 基本上我们讲了快要二十分钟 你可以去看昨天的重播了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要放 那昨天我们就讲一档股票 当初我们是为了先澄清一件事情 低轨卫星网通股 因为市场上面这几天有人把网通股 跟低轨卫星完全的划上等号 那我有讲嘛 我跟你讲一档股票 不是要告诉你说 哇 这个地方我赚钱 因为这档股票 后来我们公开了 这档股票叫做要登 这一档股票 在中秋廉价的时候 我有跟你说过 它是被市场上面 卖错的一档股票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点位卖错 9月6号 因为这一个族群包含网通 过去的网通 在中秋廉价之前 网通族群全部被吓杀 但是我有说 如果你连要灯都卖掉 那你可能就卖错了 后面是不是如我们所验证 然后我怎么跟你讲 我说因为市场上面说 网通族群这个地方开始转弱了 那我就觉得奇怪 这一档股票 我们手上的股票 9月12号它涨停 9月13号它再涨6% 这样加一加两个交易日 中秋复盘之后是不是16% 到今天9月14号 再涨4.71% 这样子加总多少 是不是20% 你自己帮我们加一下 来 一根涨停先10% 后面6% 再来4.71% 零头我们就不算了 加总是不是差不多20% 好这20%股票 我说我们不要讲 讲说哇这个地方要从今年的年初统计到现在 我们就讲这一段 如果你中秋复盘之后 因为有些人说如果我们看大盘的话 复盘之后现在已经是 加上今天这一根怎么样 低点嘛 你就会说哪有赚钱 但是我跟你说 你要聚焦在选股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选到这一档股票 现在是20%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假设我们做个假设 如果你全部的资金就是买这一档 就这几个交易日 20% 你稍微统计一下 你今年比一下嘛 就光这一档 你今年从年初做到现在 你的总绩效有没有到20% 甚至我们说从7月 开始反转 加总起来你的绩效有没有到20% 但是事件就发生在怎么样 就发生在这么一小段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必须澄清 因为我讲我说 这一档毕竟不是非常热门的股票嘛 也许投资人你不喜欢 或者是你没有注意到它 但是我说其实这跟你 往后的操盘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在里面 当初我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会去选它 因为第一个 它经历全波段修正 但是经历全波段修正 它有个问题点啊 经历全波段修正 表示这档股票虽然在低档 但是如果它要上工 它的卖压应该很沉重 所以我们的工具就派上用场了 从负云贷转为正云贷 这个是我有跟你讲过的嘛 等于是原先上方原本全部都是压力 后来转为全部都是支撑 是这个样子 CV筹码指标 这是一个主力指标 就是它去侦测市场上面的大户 他们的筹码 现在目前为止是买进的 还是卖出的 它是买进 到今天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变 没有 所以到今天3138来 今天你说哇 今天加权指数好可怕 今天这一档股票再涨4.71% 选股的问题嘛 那我知道投资人看到说 可是老师我今天卖股票 我觉得我也没有做错啊 你会这么想啊 因为你会说 昨天晚上看到美国的CPI的数据 表现得这么差 甚至误差在0.2 那过去几个月的惯例 只要误差在0.2 基本上就是三四百点起跳 你说可是老师你这样子讲 你是说我今天卖股票是卖错了吗 那我跟你讲那倒未必 只是你必须要去细细拆解 几个重要的族群 跟CPI的重点 像你刚刚看到我的测标嘛 我的测标跟昨天一模一样 因为我认为只要是对的族群 基本上行情就会延续 所以我们今天的测标 跟昨天的一模一样 不是放重播 我额外只多加了一个字 就是9月14号 清楚的告诉你 我们不是放重播 是我认为这几个族群 它的行情 它的模式 基本上如我们所规划 它比较不会受到大盘所影响 那我节目一开始 我不是跟你讲 低轨卫星概念股 我们其实我们讲了两档嘛 后面还加了一档显卡 那我跟你讲显卡 你是要区间操作 它不是波段 等一下下半段节目有时间 我会跟你讲CPI 究竟我看到什么样的数据 跟你看到的或许有不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族群讲完 低轨卫星 它不等于网通股 那我有跟你讲过 为什么嘛 因为我说这段期间 市场上面有些人会把 做路由器的 做光纤电缆的 全部都混为一谈 叫做网通股 那其实我有跟你讲 它反而是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你光纤电缆 你铺设不到的地方 你才需要低轨卫星 所以前面我有讲过 哪一档股票应该要下来 像波洛威 它应该要下来 它应该偏弱势 没有问题 不是跟你说什么 你看你沿着切线操作 或者沿着什么月线均线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啊 你要去分析一档股票的基本面 技术面跟筹码面 你都要面面俱到 每一个面向都对了 才会支撑股票上涨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光环 近期是不是弱势 它是弱势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有说过 之前我们有操作 但是光纤电缆族群 是因为市场上面 先调整它公司的价值 为什么调整公司的价值 因为通常公司都有备货 那光纤电缆的报价 既然走洋了 所以公司确实会走一波行情 所以我们也有操作 但是走完了 报价到顶了 这个地方 你也必须要跑 所以你不能把光纤电缆 跟低轨卫星 全部挂钩在一起 这是我昨天跟你讲的 所以回过头来 这个族群你要跑 什么族群你可以续报 3138的药灯 你可以续报 这是我昨天讲的 今天开盘 今天大盘 杀低 一开盘杀低 这个点位 如果你做短 你是不是就有另外一波价差可以赚 如果你专门做当冲 专门做隔日冲 今天这样的获利状况 我相信也还不错 3138的药灯 那我昨天其实是讲了两档低轨卫星概念股 你说老师 你只讲药灯一档当作比喻 是不是特别故意专门拿涨的出来讲 我说没有 如果你看我昨天的节目 其实我们昨天拿了两档低轨卫星概念股出来讲 一档药灯嘛 讲完了 过新高 另外一档3027的胜达 昨天这一档股票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面稍微秀一下 那3027基本上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我们没有大奖特奖 因为第一个了 几个面向 第一个 如果你是看我节目操作的 你会知道说 这个好像是比较进阶的操作法 因为我有讲过 我说我做股票 我在节目上面传达 第一个传达我的操作理念给你 我也不希望你党党都去追高 所以昨天在节目我们特别也有澄清过 我说这个是叔叔有练过 特别怎么样 会去特别抓一些另类的强势股 另类的小股票 那一方面 第一个我们先保护你嘛 你看电视你不要乱追股票 那是因为会员都有我的讯息 进出点位都交代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愿意去操作这些股票 第二个 这档股票说实在话 你看了一下你也知道 名不见经传 股本比较小 那我们也是顺便维护一下会员的权益 如果我们在节目上面一开始就先讲 那会员的权益何在 昨天我们公开是要跟你讲 是要澄清一件事情 因为我在讯息上面有没有写 我说 网通股会一档接一档冒出头 我没有这样子讲啊 市场上面 前面我跟你讲 市场上面前一段 讨论度最热络的其实是中壘这档股票 现在是他的行情吗 不是嘛 近期有没有稍微弱势一点 所以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听我跟你讲啊 中壘的基本面多好 他的基本面确实不差 但是股价光靠基本面就会支撑他上涨吗 你也知道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 股价要上涨 最终你还是要看一个东西啦 不是看我 我也是看指标 指标告诉我 主力目前为止现在是买进 即使大盘有什么风吹草动 主力居然他的持股比例居然是增加的 这种股票才是你要挑的 当然回过头来 产业面不能太差 基本面也不能太差 但是这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另外一档嘛 我们是要验证这件事情 第一个也不是只有要登这档股票 我的讯息也不是讲说 网通股会一档一档冒出头 也许你看别人的节目 你会说 所以是不是网通股有行情 不是的 你必须要更细的去分 网通股它目前为止是 旧有的网通 还是新式的网通 这个我认为你必须要 稍微做个厘清的动作 所以3027的盛达 昨天工涨停嘛 今天来 今天再创新高 长得也不算很多啦 5%多 因为我有讲过 我说 如果你看一些头顾类型的节目 你会发现 怎么它每天都在绣涨停板 然后可能东遮一块 西遮一块 只是跟你讲 你看我有涨停 可是它做哪一档 你都不清楚 那如果你还要去参加 那一种老师的会员 说它好像天天有涨停板 那说真的啦 我不阻止你 但是如果你参加了 食物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相信 你或许你也参加过 结果一定就是 原来那些老师都是靠骗的 什么股票它都有 天天涨停板 但是我跟你讲 我说我们不是嘛 你看我的节目 我们特别打了一个9月14 因为我昨天讲的族群 跟今天讲的族群 我们昨天手上的股票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变化嘛 今天的盘虽然这样子 虽然这样大跌 但是基本上我们持股 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泰换 因为我们的股票本来就不错 所以不用写什么 泰洛流墙都不用写 你就是按照我们的步调 我跟你讲这段期间是什么族群 理由是为什么 不会受大盘影响 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它就不会受大盘影响 我相信你加入我的会员 应该也没有说 老师我要天天涨停板 党党都标股 没有 我也做不到 老实讲 你天天都要涨停板 这个我们也做不到 但是我们在一个对的策略之上 即使今天遇到这样的盘式 我们的股票也可以另类墙 那我跟你讲的低轨卫星 当然不是这两档 只是我们在节目上面为了要澄清 不能把药灯跟什么路由器 光纤电缆全部都 统整为一个族群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事情 第二个要澄清的事情 不是网通都会涨 是有切入低轨卫星的才会涨 3027的盛达 这两档股票 如果以前投资人 你没有注意的话 现在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重点操作族群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你可以稍微厘清一下你的思绪 看要不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 我们中间先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罗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怎么开门啊 怎么开门啊 避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4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避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画仪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先把上半段 我们讲的东西 先稍微交代一下 那3027的盛达 重点是这个族群 基本上也不太会受到盘式的影响 低轨卫星概念股 因为以前没有 现在后面是我们台场的机会 除了3027的盛达 还有3138的耀灯 这两档股票之外 我们也有一些好股票 准备送给投资人 因为走法一模模一样样 来 低轨卫星再一档 第一个 它是从低档开始发动的 基本面也还不错 重点是你要知道 主力目前为止 现在的想法 它是进货还是出货 因为这一段期间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四个字 国安基金 问题是今天这个盘 你说好像国安基金 有稍微帮忙撑一下 但是去买什么股票 到现在你也看不出所以然 市场上面一些比较偏 去拉的 没有错吧 所以不是等国安基金 是产业本来就会有一个方向 那只要盘市没有什么额外的风吹草动 基本上各股就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去走 但是这个地方你开始问 可是老师 你说如果盘市没有什么风吹草动 难道今天这样的大盘 其实还不可怕吗 其实还在我们的规划之中 因为前面我有这样子跟你讲 前面我们是这样子说的 加权指数 现货的部分 9月12号我有讲 我说我们先看两个点位 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 画十个支撑十个压力 每天期货在那个地方说 我们就做十笔 看中哪一笔 我上节目来表演 我们不是这样的 就一个点位 强弱线14895 那昨天收在14894 刚好昨天收盘了之后 我们也先想等CPI的数据 结果我们等一下会来解释 CPI的数据 所以这个点位 昨天我们做什么 因为昨天我有讲 我说昨天应该是要先站在多方 做一笔短当冲 那昨天我有解释过 开盘14884 然后昨天前天 收14794 这个空间的一个0.618的回档 在14828 所以我们挂14825 昨天先做一笔多单 当冲单 今天9月14号呢 我们今天是做空单 因为今天整体而言 均卖还是大于均卖 所以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做的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14605 我们做的是空单 那我有讲过 我们今天就是一空一平 没有说什么 哇我们挂了好几个点位 在那个地方空 没有 你跟着我操作 不会有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一空一平 14605上下两点 做空一笔空单 然后补 今天的空间其实也不大 小赚十几点 我这个地方是要来跟你讲 今天的盘式 我们顺势操作 所以没办法 形式比人强 我们今天先空一笔 但是那个叫做短空 空完之后呢 你看到今天 我们的期货是做空的 但是股票 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吧 我们是做多的吧 没有问题 指数归指数 个股归个股 所以这个部分 也不是我们要 要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 哇盘式这个地方好可怕 我们只是要说 因为目前为止 我们先当冲应对 但是我有跟你讲 看到这样的盘式 如果你想做期货 跟想做选择权的 现在这个盘式 后面我认为很适合 但是你要把工具准备好 比如说你的期货 你要可以操作盘后 那选择权 你也要愿意做卖方 这些工具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怎么样 大展拳脚 因为接下来的行情 会是趋势盘 目前为止再过一两天 会不会反转 这个我们心中都有 几套模式在做规划 衍生性商品的部分 是这个样子 因为接下来这个部分 我们要额外讲 一件事情 额外讲的是这件事情 因为昨天大家都说 CPI原本市场预估8.1 结果出来的数字 最后是8.3 两个数值投资人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看这个字能不能放大 能够放多大放多大 好来 能源的部分 因为这段期间 尤其是今年会造成通膨 全部都是原油跟天然气造成的 我们看一下能源的部分 最长的这一条 因为能源的部分 它这个趴数是和去年的同期比 能源的涨幅是最高的 蓝色是最新公布的 公布的是8月 有大幅的滑落 这个我想投资人 你应该原本就已经事先估到了 因为你会看到原油下来了 天然气的涨幅也有稍微直缓 所以能源的这个部分 在大家心中所想 但是你会发现 昨天市场上面在讨论的是另外一个数字 第一个 好来 我们先往上对 食品这个部分 最上面这个部分 来导播 稍微再放大一下 食品和饮料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数字 食品占比是第二高的 第一高的是房屋 那食品这个部分 因为它是变化比较大 所以投资者有些人会再去细看核心CPI 就是把能源和食品全部扣掉 核心CPI跟一般的CPI 最糟糕的数字是哪一个 是房屋 你会看到蓝色的这一条 它上涨啊 它害的通膨CPI的数据表现得不好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去细看一件事情 我们细看这个数字 来 我们要细看的是这个部分 CPI的细项 我们特别去看一下房屋的状况 这个因为这个网站 它的那个线型的颜色比较不好看 所以它是黄色 但是我们可以先看 老婆来这个地方也稍微放大一下 红色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发现 确实过去房价是呈现上涨的 但是甚至你可以看一下背后的这个直条图 蓝色的部分跟黄色的部分 它是下降的 代表什么意思 价格有上来 但是蓝色和黄色的部分是成交动数 你会发现它是下来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单纯的统计CPI 其实它有一点点失准 因为房屋这个指标虽然是上来的 但是成交量却是下滑的 也就是说怎么样 大家看到房价是上涨 因为你可能会讲 所以如果它是上来的 然后成交动数又是上来的 代表什么意思 它会有几个利空 对于股市来讲 因为钱全部都被房地产吸走了 这是以前你读教科书 它会告诉你的 说如果房价上来了 成交动数也上来了 代表现在的资金转到房地产去 反而对股票市场上面是一个弱势 但是今天的CPI上来了 其实这一只脚是没有缺失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房屋 虽然它的CPI 虽然价格是上来的 但是因此 造成市场上面很多投资人 他们做的动作是缩手的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统计房价 你会发现它的价格是失准的 这个数值有点失准 原因在于它的成交动数是下滑的 少数的人去把房屋的价格推升 所以这是这一次CPI 我认为它有瑕疵的地方 当然不代表市场上面不严峻 因为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是因为你做多 你才这样子讲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是要跟你讲 没有错 今天我们形势比人强 今天我如果做期货 今天我不是跟你讲 我们还是做了一笔短空单 今天我们是做空 所以我心中其实没有什么多空的成见之分 而是我们按照数字 背后我们去做抽丝剥减的动作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接下来的行情你应该要怎么评估 当然时间不太够了 不好意思 今天的面板 因为前段期间我们有讲过友达 市场上面有一些人专门讲放空 今天盘氏碟你看我们放空 那我有跟你讲 这段期间大家放空 放空比例最高的是群创跟友达 2409的友达去放空 请问有赚到钱吗 你看线图 线图是答案 没有嘛 所以这段期间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行情 你认为放空可以让你有大获利的话 那你可能就想错了 2409的友达甚至下来了 因为这样子 我们还有机会去做低阶的动作 这个族群是这样子 那当然型卡的部分 我有跟你说过 是因为特殊事件 有人在出英女皇的NFT 我跟你讲 不要看太好 所以今天的以太币下来了 这个几个族群我们都交代完毕 重点就是哪一个是新兴产业 比较不会受到盘氏的影响 这些股票才是投资人你要留意的地方 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集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不拍 你们在干嘛 我好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这人吗 我没办法用死 你累了吗 精力充碎 你的备用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蛮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上YouTube